哇塞,这件西装简直了,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惊喜 嗨,大家好,我是Apal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做一个 Mangol家春季新品的开箱测评和穿搭灵感的分享 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分享过Mangol家的单品了 所以说今天还是很期待的 那在开始Mangol家的分享之前呢 先来跟大家说另外两件我从WearShop上买到的很喜欢的单品 那第一件就是我穿在身上的这一件Wince家的羊绒衫 它的这个羊绒衫啊,真的是很厚实 它也没有渣的感觉 它穿在身上很舒服 它这个颜色呢,是很浅很浅的那种蓝色 穿在身上是挺显白的 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比较宽大的一个overside的款式 所以说最好的穿法呢,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在它下面搭配比较紧身一点的单品 就是上松下紧 那WearShop呢,是我很喜欢逛的一个点商 因为他们家买东西是免税的 那这个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税是很贵的啊,有8%啊,9%啊不得 再来呢,就是通过Go Cashback这个返利平台呢 你在他们家买东西的话,还会有6%的返利 那Go Cashback的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我会把相关的信息和注册的链接都放在信息栏里 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 那现在Go Cashback给的福利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信息栏里的链接点进去注册的话呢 会有一个10美金的奖励 那今天视频的这一段呢,也是由Go Cashback赞助的 对,小四现在也开始掐饭了 现在大家都把这一个接赞助的这种推广合作称之为掐饭 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 博主也得吃饱饭才能有力气给大家拍更多的视频 对吧,所以很感谢大家的理解 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呢,肯定是保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真真实实的感受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大家放心 那我们接着说,那第二一点好处呢,就是WearShop啊 它会在30天的时间内给你做这个价钱的调整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因为一般的店上呢,只会提供7天啊,10天啊 或者是14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他们家这个30天就非常的有诚意了 比如说我身上这一件羊羊山吧,我买的时候是299,过了几天呢就降到了199 我就打电话给客服要求这个Price Adjustment 然后客服非常爽快啊 就是二号不说说OK我们把钱退回你 然后最让我吃惊的是电话挂了之后不到一分钟我就收到了银行的邮件提醒说 这个钱已经退回到我的账号里了,就是这么快,服务真的是挺不错的 好,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件单品啊,就是这一件 这个花色呢,我选的是这种黑色的,然后带有一丁点的小小的这种白色的星星 我觉得还是挺耐看的,那这件衬衣呢,平时穿牛仔裤啊,帆布鞋啊可以穿 你上班通勤穿西装裤,高跟鞋也可以穿,就是很百搭,也很好搭,利用率很高的一件单品 那以Quayment家的这个真色衬衣,我觉得它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款式上来讲,它是比较长,然后比较瘦,比较窄的 尤其是肩膀这一块,所以我穿他们家衬衣呢,要穿M码 也就是说比我平常穿的码要大一码才比较合适 不然的话呢,肩膀上就特别的紧 好,那么就来开始说Manga家的单品吧 我们先来看这件,是一件毛线的连衣裙 这感呢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它拿在手里还是挺厚实的 也有一定的分量,没有渣的感觉,还挺软挺弱的 就是看上去会不会有点肥啊,我们还是来试一下 那它穿上身之后呢,真的是很舒服,没有渣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纵向的这一座的这个螺纹的设计呢 是很显人瘦的,也显得人比较长 它的确是有点肥,不过它的这个肥呢,就只是在腰上 就是小腹这一块比较宽松的款式 脖子啊,还有下边收口的地方呢,是都收起来的 它就是这样一个款式上的这种设计 就是给人一种慵懒感吧 我觉得跟它搭配的单品呢,最好也是选择一些比较纯粹的一些单品 穿在一起呢,会显得你整个人很有气质 很高级的这样一个很简约的穿法 然后呢是这样一件皮衣,不过呢它不是真皮的 就是现在时尚圈特别流行的一种素皮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它不像真皮那么娇贵 而且穿起来也不会很重啊 这件是M号,我当时特别喜欢它的点呢 就是它是很简单的 没有腰带什么的一些复杂的配饰 然后它的袖子这个 我觉得很有一种复古的腔调在里面 那这件皮衣我穿在身上之后呢 有这么几点感受 第一点就是我对它的这个质量非常满意 它是不到100美金 但是它的这个软弱的程度啊 它皮甲皮的这个厚度啊都是很好的 唯一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袖口啊 做的这个是有点紧的 也就是说我穿这个码还是有点小 不过它这个扣子呢是可以解开的 可以拆下来的 这样 或者是戴在上面不拿下来 这样就没有那种很紧的感觉了 穿在身上的效果呢 也确实是像我想象的那样 就是一种有点复古的腔调在里面 也比较有自己的个性 因为它的这个款式啊是比较短的这一种 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 娇娇的女生来穿的 可以再搭配上一条高腰的裤子 因为它是短的嘛 它会提升腰线 然后再穿上一条高一点的裤子 又进一步提升腰线 就会显得人很高 也很利索 我今天应该是有买一条高腰的牛仔裤 拿过来看一下 这条裤子看上去很硬 但其实这条裤子呢 它还是比较软的 也没有那么厚 大家看 这是一条三四码 我去试一下 OK那这条裤子我穿上了 我觉得它不适合我 因为在我的身上啊 它的胯这一块实在是太宽了 就是它这个腰跟胯的比例 对于我而言非常的不协调 穿上之后呢 就是腰这一块收得很细很紧 然后胯这块非常的宽 宽不要紧 关键是它整个是松的 就是很假的样子穿在我身上 但是如果说你胯部的曲线 比我的要更明显一些的话呢 这条裤子穿上还挺有味道的 尤其是跟这个皮衣搭在一起 很有一种我们那会儿看港片里面那些 女明星的那种感觉 很复古很有腔调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裤子的颜色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显胖显腿粗的 这样一个视觉上的效果 那这个皮衣我现在穿着是 这只胳膊是紧的 这只胳膊呢就没有那种紧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它做的不一样 还是我 两只胳膊的粗细不一样 总之这一只件皮衣呢 我是越看越喜欢了 我记得还有一条高腰裤我买了 那我来再来试一下 跟这个皮衣搭起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条 它比我想象的要软很多 我以为它就会比较硬一点 比较防水的那种材质 这条裤子我非常的喜欢 有一点点酷 有一点休闲 有一点随意的样子 可以搭配球鞋 也可以搭配机车靴来穿 然后是一件西装 我当时看中它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 它是有一点点暗沉的那种墨绿色 也不能说是墨绿色 它还没到墨的那个程度啊 就是一个比较暗沉的绿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就非常适合春天来穿 第一它是绿色的 然后呢它又不会说特别亮 特别亮的这种绿色呢 还是不容易驾驭的 所以说这一件 西装简直了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惊喜 我以为它会是一个 oversize的款式 结果它穿的身上是很收腰的 而且它还比较长 就是既有了那种 oversize款式西装的那种洒脱感 同时呢它又修饰了你的这种曲线 而且它这种非常利落的这种线条感 能让我们整个人看上去 非常的有气质 非常的干练 非常的精神 这是比一般的oversize 西装要强的地方 而且它这种比较暗一点的饱和度 低一点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把人显得很白 包括你看它跟这个褐色的这种裤子 搭在一起呢 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那说到这样的裤子 我要说一点 就是我刚才站起来 就换这个衣服的时候 就发现它已经有很多皱了 这点就让我有点难接受了 我是很不喜欢裤子皱的 那你上衣皱一点吧 还OK 但是裤子皱 我就会觉得显得人特别的不利索 然后是这样一组套装 一个blazer 一条裤子 都是小格子的这种 我觉得还挺大方 挺简洁的 上班来穿应该不错 我去试一下 那这一套呢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上衣 不喜欢它的裤子 裤子这个款式呢 是很紧的那种 你像我现在坐在这就很崩 而且它的长度呢 是有一点点长的 这件西装还是很不错的啊 包括它的质量 面料 它的这种版型的设计 穿在身上的效果都挺不错的 你可以通勤穿 其实日常穿也可以 你可以买大一号 就是别让它的正视感那么强 搭配白色的T恤啊 蓝色的牛仔裤啊 球鞋来穿也不错 它这个格子是很小很小的格子 就是近看是格子远 远处看还是不怎么明显的 它也是有加一点这种垫肩 就让我们穿上之后呢 看上去更精神 更挺阔一些 再来是这一件粉绿色的 比较over size款的开箱毛衣 它的这个毛线我以为会是非常软 非常抛的 非常细的那种 但其实它不是 它还是比较织的 比较紧 比较密实 比较硬的 这样一个毛线的毛衣啊 那这一件这只衫呢 穿在身上还是挺舒服的 不过呢 我就发现它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前肩这里 它你站起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前肩的下缘呢 是往里凑的 就是组成一个人子形的这个形状 这一点我就不太喜欢 所以说很遗憾 然后是一副耳环 是这样一个纯色的米色的 我现在就特别喜欢这种纯色的单品 觉得很大方很有高级感 好我戴上了 我觉得它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我想要的效果 我很喜欢 不过呢 它是有一点重的 就是日常来戴的话 你不能戴很长时间 当然了 也要看个人了 如果你很喜欢戴这种 重的耳环的话呢 就很推荐了 好 那么今天的单品呢 就都开箱结束了 我最喜欢的有两件 一件是那个皮衣 一件是墨绿色的西装 它们两个是并列第一名的 不分前后 那第二名呢 就是那件格子的西装 再来呢 就是这一副耳环 如果你不嫌它重的话 好啊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 也欢迎你关注我 那么就下期视频见 拜拜